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Photoshop的軟體如何打開 Photoshop開啟的方式當然就點選開始所有程式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發現它這邊其實幫我們安裝好 剛剛不是有兩個畫面嗎? 兩個好像也許你會覺得那是兩個選項 其中有一個叫做Bridge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Photoshop Bridge它就是檔案管理 Photoshop就是我們現在要來跟各位分享 花兩天時間來跟各位分享影像編修的軟體 我們就點選這個Photoshop 點一下它 我是選擇64位元 64位元那個版本 稍微等一下 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因為今天我們剛安裝 所以它說適用本產品30天 所以我們這邊就開始點選這個開始適用 好 你就會看到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 PS 就是Photoshop的縮寫 然後這就是它的一個起始畫面 起始畫面 可以嗎?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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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